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如何阅读一本书 上一节我们说到阅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分别是基础阅读,简式阅读,分析阅读和主题阅读 这些阅读层次是渐进的,不可跨越的 在每一个较高的层次中都包含着较低层次的特性 那其中基础阅读是学习其他一切阅读技巧的先决条件 而简式阅读可以帮我们快速掌握一本书的脉络和主干 从而挑选出值得仔细阅读的经典 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 有些书可以浅尝记指,有些书需要生吞活泼 只有少数的书需要反复咀嚼和消化 假如我们通过简式阅读找到一本值得花时间精读的书 就需要用到分析阅读的方法 把书里的知识融会贯通,化为己用 那么分析阅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分析阅读的步骤有哪些 为什么说只有掌握了分析阅读的人 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 其实分析阅读就像开车一样 可以分解成若干个步骤 例如点火,采离合,挂挡,松手杀 松离合,给油等等 新手上路总是笨手笨脚的 偶尔还会错把油门当成刹车 但当你把所有步骤练熟之后 操作就能如行云流水一般 游刃有余的穿梭在道路上了 到了这时 你就达到了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但在忘掉所有招式之前 你必须先学会每一个具体的招式 只有如此 你才能将所有招式融会贯通 形成肌肉技艺 到了那时候 你就算是一个优秀的阅读高手了 作者在书中把分析阅读 概括成十一条规则 我们完全可以像郭靖 学习降龙十八掌那样 先下一番笨功夫 踏踏实实修炼这分析阅读十一事 等你的武功真于化境 能做到蔫花摘叶皆可伤人的时候 就算真正的出山了 从此以后 书山虽高 任而攀登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具体来看看这十一个招式到底是什么 招式一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读的是哪一类书 而且越早越好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 读通俗小说和读哲学著作的感觉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因此在正式开始分析阅读之前 我们要用之前讲过的简式阅读法来确定这本书属于哪一类 然后对症下药 用最趁手的工具和技巧去解剖它 但我们要怎样对一本书进行分类呢 作者提出一个分类的原则 就是把书分为实用性和理论性两大类 理论性的书要教我们的是什么和为什么 而实用性的书要教给我们的是怎样做做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知与行的区别 把你手中的书分好类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招式二 用一句话或一小段文字来叙述整本书的内容 任何一本值得读的书都会有一个核心的主题 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它提炼出来 举个例子 奥德赛是河马史诗的第二部 被誉为古希腊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那这本书篇幅浩大 共分为24卷超过一万两千行 而亚里士多德只用了短短几句话 就把整部奥德赛的精华概括出来了 他说某个男人离家多年 海神嫉妒他 让他一路尝尽孤独和悲伤 在这同时 他的家乡也濒临险境 一些企图染指他妻子的人 尽情挥霍他的财富 对付他的儿子 最后在暴风雨中 他回来了 他让少数几个人认出他 然后亲手攻击那些居心不良的人 摧毁了他们之后 一切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 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算是把招式二练到了王者级别了 如果我们能够勤家练习 哪怕只是练到亚里士多德五分之一的级别 也能轻而易举的把握一本书的结构和规划 为后面更厉害的招式打好基础 好我们来看一下招式三 将书中的重点章节列举出来 并列出全书的整体架构 一本书就像一栋房子 每个组成部分既有一定的独立性 又要按照一定的秩序排列起来 如果我们看不清楚这些组成部分 就没法理解全书 同样 如果我们看不懂这些部分的组织架构 也没法理解全书 如果说书的作者用艺术的手法 将书的骨架掩藏起来 或者说是在书的骨架上添加血肉 那么作为读者的我们 就要通过招式三去寻找书中掩藏的骨架 找到全书的骨架后 我们还要进一步发掘作者的意图 也就是招式四 找出作者在书中提出的问题 每一本书都有它存在的目的 作者把这本书写出来 必然是为了解决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 而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一个答案 或许多答案 身为读者 我们要设法找出整本书 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举例来说 情感勒索 这本书详细讲解了 情感勒索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那作者写这本书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人为什么会经历情感勒索 如果被情感勒索困扰 我们该怎么办 解决方法固然重要 但你首先要发现问题 对吧 不然的话 再好的解决方法 对你来说 也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好 刚才我们讲的四个招式 是有整体性的 当我们把这四个招式连在一起 就能组成一套连招 也就是分析阅读的第一个阶段 全面透视一本书 完成这个阶段后 我们就能一眼看透一本书的架构 弄清这本书谈的是什么 然后带着问题和思考 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分析阅读的第二个阶段 目的是为了帮我们快速判断一本书的核心主旨 这一阶段也是由四个具体招式组成的 好 我们来看招式五 叫找出书中最重要的关键词 每一本书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书中的关键词就是 劳工资本土地利润租金商品价格交易等等 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关键词则是变种种属生存适应杂交等等 至于欧基里德的几何原理 关键词当然是点线面平行线之类了 如果我们能快速找到这些关键词 就能更容易的把握全书的核心 那招式六是什么呢 就是找出书中最重要的句子 并概括其主旨 有一种说法叫做把书读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一本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地方 可能只有几句话 而我们阅读的重点就是把这些重要的句子挑出来 然后概括他们的主旨 概括主旨的一个最简单方法 就是用你自己的话 把作者的原意表达出来 表述出来 如果你做不到这点 就证明你并没有真正吃透作者的意思 你从这句话里学到的只是几个干巴巴的字和词 而不是作者的思想或知识 好招式七是找出书中最重要的论述 并架构出这本书的基本逻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论述不等同于段落 也不等同于句子 有时一个论述可能需要一个复杂的句子来说明 也有的时候 可能作者需要用一整段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更有甚者 一些伟大的作家 例如蒙田或普鲁斯特 喜欢用奇长无比怒长无比的段落 写出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做法对读者并不友好 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大段的文字中提炼出我们需要的部分 然后整理出他们前后的顺序 进而架构出全书的逻辑 理清全书的主旨和行文逻辑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练习招式八 确定作者在书中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 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在第一个阶段里 我们已经找到了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解决的问题 而在第二个阶段里 我们也和作者建立起共识 理解了他写这本书的全部主旨和逻辑 在这一阶段的最后 我们要回顾一下 作者想解决的那些问题 有多少已经在书中得到了解答 还有哪些问题尚待解决 那做完这一步之后 你就能很清楚的感觉到 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越来越深了 那么我们就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修炼了 在开始分析阅读的第三阶段之前 我们不妨先来聊聊键盘侠这个概念 什么叫键盘侠呢 按照网上的概念 他们在生活中可能是碌碌无为 胆小怕事 但只要拿起他们的大杀器键盘 他们就变成了超人 蜘蛛侠或者是蝙蝠侠 立即爆发了毫无意义的所谓的正义感 占据网络上的道德高地 开始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指点江山 谈笑风生 有一些键盘侠会在没有读完全书 甚至根本没读过书的情况下 就肆意给书籍打上低分差评 当被问起为何打低分的时候 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别人都说了 这本书不好看 所以我也觉得这本书不好看 或者说我不知道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但我就是觉得它没劲啊 虽然说每个人啊 都有评价一本书的权利 但既然一位作者要经过深思熟虑 才能写出一本书 那身为读者的我们 是不是也应该深思熟虑的去欣赏和评价这本书 这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倘若我们在没有读过一本书的情况下 就随便的评判这本书的好坏 这就与那些随意对他人指手画脚的人无异了 所以啊 分析阅读十一试中最后的三个招式 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公正的评判一本书的价值 那招式九呢 是在你彻底了解一本书的内容之前啊 不要轻易对这本书进行评价 招式十 假使你不同意作者的观点 也要理性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要无理的驳斥和争论 招式十一 叫尊重不同的个人观点 在做出任何评论之前 都要找出理论依据 其实啊 这三个招式不仅仅是阅读的技巧 更是做人的道理 即使我们不是作者 在生活中啊 也难免会遇到被别人瞎批评的痛苦经历 例如你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 旁边突然有人插话说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你肯定就怒了 是吧 所以通常啊 这些批评者会认为自己不需要理解别人的观点 只需要发表自己的评论就好了 而他们的意见啊 往往是无关紧要的 不值得我们花费丝毫的精力去理会和回应 只有真正理解了别人观点的人 才有资格和他人进行辩论 并从这场思维的碰撞中受益无穷 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那样 当读者在自己的书房里评论一本书的时候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赢得这场辩论 但如果他了解到 在评论这本书的过程中 真正的好处是自己能从中学到什么 而不是将对方打败 他就会明白 争强好变是毫无意义的 那下一讲啊 我们将要开始学习最高层次的阅读方法 也就是主题阅读法 我们下一节再见 MING PAO CANADA.COM